向泰晨岚拥有上亿身家 今年初却突然开始直播带货 直播间售卖的商品很便宜 也遭到网友质疑他本人根本不会用 因为身价完全不符合 让他的可信度不高 没想到近日向泰似乎听到了网友们的意见 直播间开始走高涉路线 近日他开播时改卖各大国际精品 虽然符合身价 但也让网友好奇询问商品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所以网友晒出截图表示 向泰在介绍一款约台币5000万的黑夜房子包时 直播间突然跳出了热卖1402件的字幕提醒 惊人的销量引起热议后 有身为品牌爱好者的网友透露 普通人要买一个包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而黑夜房子包甚至是高级别老账户 一年都未必买得到一个的稀有包款 因此对向泰的货源以及销量表示不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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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